我和大家分享一篇網站的文章 講到美國很難將印度變成它的復從國 或者真正成為它的馬仔 為什麼呢?他的分析是這樣的 白宮和美國同時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 相當重視將美、中、俄這三國模式 希望變成四國模式 為什麼呢?根據基辛格的公式 他在一個三國模式裏面 即是美國、中國、俄羅斯 如果有其中兩個國家加起來 就必定會戰勝第三個國家 在一個三國模式裏面 一對二是不會成功的 而在美國看來 一個迅速好跡身超級大國行列的印度 很快成為超級大國 這一個是正式會成為 改變這個去日世界格局的一個 新的全球參與者 他看到印度有這樣的潛力 現在白宮認為 既然美國是沒有辦法 很快地破壞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在三國營的關係裏面 中、俄的關係穩固 變成他們要拉攏印度進入 希望成為一個四國關係 希望在國際博弈上得到優勢 但是在形成一個四國關係裏面 美國想保持一個絕對的主導地位 派給印度的角色 就不是一個合作的夥伴 而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美國意圖利用印度來對抗中國 就好像美國利用烏克蘭來對俄羅斯一樣 就copy同一個模式 只不過有專家認為 畢者認為 如果你認為印度會跌入一個 像烏克蘭的陷阱 那你就未免太天真了 根據美國外交學會最近發表一篇文章 他的題目就是美國如何贏得全球南方 這是文化來的 不是說他是可以的 怎樣才能贏得全球的南方 他認為這篇文章說 在現實上 實際上美國是很難吸引印度 或者是巴西這些這麼大的國家 人口復原太大 他沒有足夠的胡蘿蔔 因為這些國家是存在美國 本身是沒有辦法全部滿足的各種諸多不同的利益 因為十幾億人口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實際上 美國是很難完全滿足得到整個印度 根據美國前的一個副助理國務卿 又叫諾塞爾 他提出一個很巧妙的方法 提供一個很特別的胡蘿蔔 是不可以完全收買到印度 或者巴西這些大國家 那他用什麼辦法呢 這位以前的副助理國務卿 諾塞爾提出一個新的胡蘿蔔 是什麼呢 就是推動增加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的職位 還有增加之後 推薦某些國家加入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發展中的國家 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尋求這個位 是很渴望的 那如果美國是願意支持他們成為新的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 這個是具有特殊的意義 那提出這個機制當然 因為要現在的常任理事國是全部同意才行的 這個做法是相當困難 甚至可能出現一些利益的矛盾 但是最重要的是 雖然這件事是很困難和遙遠 但是重要的是 如果美國可以這樣做 是確立到美國在這些發展中的國家 或者想爭取入聯合國常任安理會的國家 他自己美國十分特殊的地位 或者他有一個決策權 這些國家可能就會靠近美國 不過話雖說回來 在美國人看下去 現在正在排隊的是德國和日本 應該是排在前兩位的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的後補國 排到德國和日本才輪到印度 以及才輪到印度或者巴西 如果按順序都應該是未到印度 所以作為一個胡蘿蔔 似乎很牽強 但是雖然越選了日本和德國 入聯合國常務理事國 對於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 所謂現在經常說的全球南方 來說 這個方案是完全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即是在補選 德國和日本進入了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對這些南方國家 他們沒有興趣 支持這樣做 現在常任理事國裡 來自歐洲的成員至少有兩個 英國和法國 如果把俄羅斯當成歐洲國家 其實裏面已經有三個 常任理事國是歐洲的國家 何況到現在為止 德國和日本 甚至自己在本國的領土上面 其實他們都不具備一個完全的主權 至少他們沒有自己的軍隊 要靠美國的駐軍 即是他們其實在領土上面 主權是不完整的 譬如日本沒有軍隊 不是一個獨立自主 完全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但由於它發生 怕會引起內訌等等問題 美國似乎不可能停止支持 德國和日本去競爭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這個大家都看到 對印度來說 這個吸引力的選項 就大大打折扣了 即是無法引入印度 其實莫迪總理 已經是間接回應了美國的拉攏 例如我看到 莫迪是不理美方的不滿 他近來作為一個輪席主席 就主持了上合組織的視頻的峰會 他是他主持的 令到美國人更生氣的是 美國的宿敵伊朗 竟然在這個會議上 批准加入上合組織 成為正式的成員 很多觀察家看到 其實莫迪作為輪席的主席 上合組織輪席的主席 他如果想取悅美國人的話 其實可以拖慢這個過程 但是莫迪沒有這樣做到 即是沒有純粹拆掉美國的鞋 似乎看下去 莫迪是不會純粹為了美國的利益 而破壞與伊朗的關係 相信對於莫斯科和北京都是一樣 即是莫迪不會純粹拆美國鞋 就會破壞與北京和俄羅斯和伊朗的關係 似乎他都很獨立 很聰明 相信現在看下去 印度很快會在經濟上佔據中美之後 全球的第三位 緊跟隨美國或中國之後到印度 而美國本身很艱難才能夠保住第一位 甚至有人說其實他已經可能不是第一位了 跟美國和中國鬥起來 中國超越美國應該相信是時間上的問題 而莫迪在訪問美國之前 已經公開了與印度和莫斯科和俄羅斯的關係 莫迪說到他認為印度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 各國都絕對相信印度是促進和平 是一個主要的方向 即是他講明是不會偏幫美國 站在美西方那邊是不會的 不會選邊站的 儘管他在美國之前已經公開講明 甚至是講給俄羅斯聽 實際上印度的外長蘇傑生 最近在接受英國經濟學人的訪問的時候 他直白地表示 美國是不應該削弱印度和俄羅斯的關係 他直接說到印度的外交政策 是取決於印度自身的利益 和俄羅斯的關係帶給我們經濟好處 我們就會照做 是很直白的 看來印度真的不容易變為美國真正的馬仔 好 那我就講第二個話題 根據路透社11日的報道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似乎是改變了外交策略 他採取了一些令美國高興 令到俄羅斯不快的舉措 這個轉變 有專家認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為何這樣做呢 他希望扭轉土耳其現在正在下跌的經濟 希望能夠促進一些外國的投資 有時候真的說錢就雖然雙感情 但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無論是個人家庭或者國家都好 實際上都是很難頂的 即是不能長期的經濟是很差的 路透社認為這次外交政策的重新考慮 是埃爾多安 因為他成功連任之後 他實施了一個政策調整 他的空間現在剛剛重新連任 他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比較容易發揮 他現在可能是作出一個重新的 所謂rebalancing 作出一個重新的調整 他在經濟領域也是改完更章的 推翻了造成土耳其長期通脹失控 貨幣崩潰的這些金融政策 他是改了來的 可能是一個空間大 很大幅度的改 其實多年來 埃爾多安跟普京的關係 一直都影響了土耳其和西方盟友的關係 雖然他是北約的成員 但是他跟普京和俄羅斯的關係好 所以其他西方盟友對他們是有防範的 但是近來他是同意 瑞典加入北約 這就受到西方領導人的歡迎 這也是可能和俄羅斯的想法 是比較有差距的 近來埃爾多安的一種友好態度 就是跟西方走得比較近了 就跟上個星期對莫斯科的反應 是形成了一個相對的反差在裡面 當土耳其 埃爾多安允許澤連斯基 將五名來過土耳其 留在土耳其以前被扣留的烏克蘭指揮官 被他帶回到烏克蘭 其實這是違反了和俄羅斯的協定的 俄羅斯也譴責了這樣做 說明是在俄烏衝突結束之後才被他回去 但是他沒有諮詢過俄羅斯的意思 就是被這五名烏克蘭的指揮官跟著 扎尼斯基回去 這個做法應該是不太友善的 對於俄羅斯來說 分析人士認為 就是埃爾多安這些舉動 比如說支持瑞典 入藥、入北藥 放回這五名烏克蘭的指揮官 這些舉動 包括這些 甚至支持 最重要是支持烏克蘭加入北藥 這些一連串的舉動 這些其實是有意思的 絕對不是一個巧合 這是反映了 這個埃爾多安政策上有一種調整 根據英國王家國際問題研究所 一位專家達拉伊說 近年來有一種看法就是 土耳其和俄羅斯的關係 是發展得過濃 太密 太友好 這個明顯 現在埃爾多安這樣做 就是作為一個重新再平衡 不希望因為他和土耳其和俄羅斯關係 太密切 而影響了他和西方的關係 得太緊要 另外 這位達拉伊說到 現在土耳其是試圖擺脫經濟的蕭條 希望重新振興外面對他的投資 因為經濟實在是差 金融也是崩潰 那就是埃爾多安也要考慮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是要振興土耳其的經濟 這個是主要的動機之一 因為他長期 因為他沒有一個程度上 和俄羅斯關係太密切 影響了和西方的關係 令到西方對他的投資少了 經濟越來越差 這是令到埃爾多安 是逼得不 可能重新考慮他的外交政策 必要的理由 因為經濟實在是不容許他長期這樣做 雖然土耳其已經是開始吸引其他 比如說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投資 但是常見土耳其的經濟 是需要的投資金額還要大很多 當然土耳其是不希望和俄羅斯的關係 是受到嚴重的損害 但某一個程度上 他也不能偷偷在一旁 他也要顧著經濟 也不能得罪西方盟友太多 據報導 而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申請 其實他本來是北約的 他想加入歐盟的申請 已經被歐盟凍結了很久 已經很多年了 現在柯爾多安希望重新啟動 把土耳其加入歐盟 而且除了加入歐盟之外 也希望和歐盟建立更密切的貿易安排 但是現在看上去 似乎很多歐洲國家 對重啟這個進程 即是讓土耳其加入歐盟 這個進程似乎不是很熱心 不是很熱情的 當然了 這個世界任何事情 都是說give and take 如果你沒有什麼好處 又沒有什麼特別 人家真的不是怎麼採取你的 即是你想加入歐盟 可能沒有什麼關係的時候 沒有什麼利用價值的時候 人家可能也都未必採取你 你經濟又不是很大 又沒有什麼特殊的產業 或者生產力是特別好 現在看上去至少 歐洲國家對土耳其加入歐盟 興趣就不是很大 看來現在土耳其為了重新調整它的外交策略 為了挽救它的經濟 不得不現在不能和俄羅斯站得太近 開始保持和西方歐洲盟有一些關係 希望加入歐盟 希望救回經濟 就是這樣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